请罗委员执行的合伙会 请那个 李委员好 盘主委你好 我刚才进来这个会场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借委一秒钟 你前面还有一个黄昭顺委员 黄昭顺委员 黄昭顺委员不在 我们请李昆仲委员 好 谢谢盘主委 我刚才一进来这个会场 看你在跟罗委员这个争辩的过程里面 我突然发觉你好像不是老委会的主委 你好像是资方 所聘请来的 这个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一样 对劳工这种冷漠的态度 真的是让人非常遗憾 你应该站在劳工的立场 为什么说你是来确定国家的债权 你有站在劳工的立场吗 因为劳委会是一个行政机关 行政机关本身 他本来就是要依法行政 他所有的公文书法律文件 不要用依法行政来压制劳工 劳工本来就是弱势的 你身为劳委会的主委 你就是要站在劳工的立场 为劳工设想嘛 劳委会本身一定要依法行政 现在说一群人那样行政客 责劳 这样让法律来找他 让法律来找他 你有没有站在这个劳工的立场 不是非常重要 相信你刚才的态度 就好像是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一样嘛 不是他委会的主委嘛 没有我不是 这种轻忽的态度 没有 暗默的态度 让人非常 没有关心 所以我们想做到把他招募他们 那你有什么具体的办法 我现在提出一个就是用生活辅助的方案来协助他们 那你刚才那种态度就是一个律师的态度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老委会主委的态度嘛 不是不是 你回去看你自己录影带 你一定会说 我为什么会那么像律师呢 没有没有 我觉得 让人非常遗憾啦 那法主委我请教一下 你有听过大麦克指数吗 听过 大麦克指数就是啊 经济学院杂志 对 所出的一个指数 就是以美国跟其他国的这个贵差 他也是显现出啊 一个这种啊 啊 价差的这样的一个啊 物价之间的一个比较 是 那 这个大麦克指数就是世界各国主要你这个 啊 大麦克汉堡的这样的一个啊 价格来作为世界各国主要的物价的一个差异啊 那 那我们看我们2012台湾的这个大麦克指数啊 是2.5美金 美国是4.2美金 那 这种大麦克指数就是说 我们这样一个基本月薪物价的这样一个比较 就是说我们 的台湾 每个劳工啊 你可以买的大麦克汉堡啊 你大概 能够买250颗左右的这样的大麦克汉堡 那美国呢 可以买这种300 这个31颗的大麦克汉堡 那主委一定会说你为什么要比美国好那我们来比这个香港香港 我们可以买250个香港的劳工可以买320个日本的劳工可以买429个 那以韩国来比韩国也只能也能够买到304个 就是说 边边是劳工 啊我们的劳工辛苦 工作的时数 比日本韩国比美国的都还要长 还要辛苦 但是我们能够买的大麦克汉堡呢 就只有能够买到250个 比起其他国家 300 400个啊 真的差异非常大 我们还没有说其他国家 加拿大可以买到400个以上 像 今天我也请教主委 就是说我们在针对劳工的这样的一个改革 劳工听到改革 听到劳工会有改革 听到年金的改革 大家都屁屁刷啦 现在改革已经成为啊 负面的代名词了 因为它就是剥削劳工 就是挖劳工的墙角 我们的劳工 透过这一次的年金的改革啊 每个人都至少损失三成 不管是汇率的提高 不管是啊 这种申报薪资的基数延长 不管是啊 所得期待率的降低 不管是贾案或贾案 整体计算出来 就是让劳工减少三成的退休金收入 主委这个很严重啊 然后那天问你们 你也说 有啦 有去跟工会讲啦 哦 有讲什么 你们一开始 劳保所有到岛的时候 你们办的那种 就是卡拉OK嘛 就是摸柴嘛 然后跟大家说 老板不会倒嘛 后面的跟工会所谓的沟通 就是拿好假案 或者是乙案 让你们去选择 现在劳工喊的是第三案啦 就是不要改嘛 主委 这些假案 乙案 当初的计算 是怎么出来的 你们有跟劳工工会一起讨论吗 就没有嘛 你们就是后来拿给说 假案乙案 让你们去 让你们去 让你们劲啦 不论假案乙案 他其实都还要搭配其他的相关的措施 才有办法形成整个制度的调整的过程 他不是单独存在的 对 如果今天是通通不动 所得替代率的话 那么费率相对就要拉高 这些都是相对会动的 他本来就是一个平衡 好 那一个大前提 我们在上个会期 我们在上个会期 我第一个也跟你讲说 我们要这个安心条款的这样一个入法 那天江院长也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承诺 也保证说这样一个国家最后支付责任 也会在老板条例第69条里面 那我们现在你们的进度到底是怎样 都会进去啊 都会进去啊 就是国家要负最后支付责任 然后这个 政府撥补呢 政府撥补的话 就是之前的潜藏债务跟年纪金九元之前 实施之后的 实施之后的 实施之后第一年的话 实施之后第一年的话 实施之后第一年两百亿 第一年就两百亿进去 实施之后第二百亿 这个政府的撥补 跟国家最后支付责任 都会跟劳工一样 都会跟劳工一样 跟公务员一样 都进去 公务员有 劳工也要有 这个部分啊 安心条款的 都进去了 承诺入法 必须要尽快的一个推动 你们的版本也要赶快推出来 就是我们整个版本一起出来嘛 现在这个部分大家在记条 就是假案跟乙案 你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所谓汇率 要提升到逐年升到19.5 这让每一个劳工未来要缴的 这样的一个保汇 是增加的 职业劳工跟产业劳工 都要增加很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支出 产业劳工 因为有雇主啊 所以他们支出大概会提升到 五百至七百之间 那职业劳工会支出的比较多 职业工会在基甲楼缸 大概多到一千亿以上的 那这个部分 他这样缴的保汇那么多 那像我们这个申保的这样的一个 平均薪资的 从八十个月要延伸到 六十个月 六十个月要延伸到一百八十个月 这对劳工啊 那天我就跟你讲 这好像砍三刀一样 第一刀汇率提升 第二刀所得替代率降低 第三刀 是这种申报的薪资啊 的激素原厂 三刀下来啊 劳工是伤筋又断骨啊 主委主委 我现在对你啊 因为以前的主委 不管是蓝绿啊 至少人家一看就知道是 劳委会的主委 都是站在劳工的立场 我今天也不是说蓝的或怎样 绿的怎样 至少都像个劳委会主委 我们对于是有个期待啊 真的要看起来像劳委会主委啊 不要看起来是 这种啊 资方所聘请的 这样的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啊 我觉得 你可能是啊 长期的这个工作的压力 或者是啊 今天开会也很久了 但是 那种心啊 还是要站在劳工的立场啊 前一期立法座做劳委会主委 是劳工 让你有这个服务 替劳工来打拼 不要把自己当成当官 或是当成律师 罗苏蕾委员 我对他也很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 他刚才为劳工讲话 你那种态度真的是让人非常遗憾 我真的认为 真的认为你就是律师啊 不是 不是劳委会的主委啊 这个我们其实一直在想办法帮助那些劳工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们都在做这件事情 好现在就是青年的部分 我们青年的这样的一个失业率非常高 然后青年的薪水啊 这个三万元以下 占所有这个三十岁以下的 占百分之四十二 百分之六十二 那两万块以下占百分之十七 他们的就业啊 他们的薪资这种低薪化 让年轻人好像没有希望 那主委有什么具体的改革方案啊 不 青年的部分我们基本上 还是在整个技职教育看能不能改革 让青年人他出来有技术嘛 那另外的话出来的话 在市场上的话 能够给他尽快的有一些技能的训练 让他能够进到职场去嘛 这部分我们都很必须 以及所得的替代率降低啊 对 要跟公会沟通啊 所以我们一直在沟通 我们也要请公会 提出公会的版本 来跟你们对话 没有错 没有错 你还要 诚恳的跟公会来做一个对话 欢迎他们提出他们的版本出来 谢谢